马可福音第十二章 耶稣就用比喻对他们说 有人栽了一个葡萄园 周围圈上篱笆 挖了一个鸭酒池 盖了一座楼 租给园户 就往外国去了 到了时候 打发一个仆人到园户那里 要从园户收葡萄园的果子 园户拿住他 打了他 叫他空手回去 再打发一个仆人到他们那里 他们打伤他的头 并且凌辱他 又打发一个仆人去 他们就杀了他 后又打发好些仆人去 有被他们打的 有被他们杀的 园主还有一位是他的爱子 末后又打发他 意思说 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 不料 那些园户彼此说 这是承受产业的 来吧 我们杀他 产业就归我们了 于是拿住他 杀了他 把他丢在园外 这样 葡萄园的主人要怎么办呢 他要来除灭那些园户 将葡萄园转给别人 经上写着说 匠人所砌的石头 已做了防角的头块石头 这是主所做的 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 这经 你们没有念过吗 他们看出 这比喻是指着他们说的 就想要捉拿他 只是惧怕百姓 于是离开他走了 后来 他们打发几个法利赛人 和几个西律党的人 到耶稣那里 要就着他的话陷害他 他们来了 就对他说 夫子 我们知道你是诚实的 什么人你都不逊情面 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 乃是诚诚实实传神的道 纳税给凯撒可以不可以 我们该纳不该纳 耶稣知道他们的假意 就对他们说 唉 你们为什么试探我 拿一个银钱来给我看 他们就拿了来 耶稣说 这像和这号是谁的 他们说 是凯撒的 耶稣说 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 神的物当归给神 他们就很稀奇他 撒都该人常说 没有复活的事 他们来问耶稣说 父子 摩西为我们写着说 人若死了 撇下妻子 没有孩子 他兄弟当娶他的妻 为哥哥生死利后 有弟兄七人 第一个娶了妻 死了 没有留下孩子 第二个娶了他 也死了 没有留下孩子 第三个 也是这样 那七个人 都没有留下孩子 莫了 那妇人也死了 当复活的时候 她是哪一个的妻子呢 因为他们七个人 都娶过她 耶稣说 你们所以错了 岂不是因为 不明白圣经 不晓得神的大能吗 人从死里复活 也不娶 也不嫁 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 论到死人复活 你们没有念过 摩西的书 荆棘篇上所载的吗 神对摩西说 我是亚伯拉罕的神 以撒的神 雅各的神 神不是死人的神 乃是活人的神 你们是大错了 有一个文士来 听见他们辩论 晓得耶稣回答得好 就问他说 这命中哪是第一要紧的呢 耶稣回答说 第一要紧的就是说 以色列啊 你要听 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 你要尽心 尽性 尽意 尽力爱主 你的神 其次就是说 要爱人如己 再没有比这两条 借命更大的了 那文士对耶稣说 父子说 神是一位实在不错 除了他以外 再没有别的神 并且尽心 尽智 尽力爱他 又爱人如己 就比一切 翻记和各种祭祀好得多 耶稣见他回答得有智慧 就对他说 你离神的国不远了 从此以后 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 耶稣在殿里教训人 就问他们说 文士怎么说 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 大卫被圣灵感动 说 主对我主说 你坐在我的右边 等我使你仇敌 坐你的脚凳 大卫既自己称他为主 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 众人都喜欢听他 耶稣在教训之间 说 你们要防备文士 他们好穿长衣游行 喜爱人在基士上 问他们的安 又喜爱会堂里的高位 沿袭上的首座 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 假意做很长的祷告 这些人 要受更重的刑罚 耶稣对银库坐着 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 有好些财主 有好些财主 往里投了若干的钱 有一个穷寡妇来 往里投了两个小钱 就是一个大钱 耶稣叫门徒来 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 比众人所投的更多 因为 他们都是自己有余 拿出来投在里头 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 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 谢谢大家